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外界關注美中貿易協議的未來進展 《華爾街日報》週四報導 雖然中共強烈反對 但沒有立即進行報復 而中共官員稱仍有信心達成貿易協議 《華爾街日報》週四報導 雖然北京一週兩次召見美國駐華大使 提出嚴厲批評 但中共領導人仍希望美中達成貿易協議 以緩解日益嚴重的經濟壓力 報導還說 中共官員聲稱 貿易談判仍按企劃進行 只要川普沒有執行法案 北京仍有很強的動力推動貿易協議 週四 高盛首席經濟學家 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 中國2020年經濟前景逾期下滑 週三 中共財政部提前下達 2020年共計1萬億元人民幣的新增 專項債額度 外媒分析 這證明中國經濟衰退情況超出預期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張琦綜合報導